政治话题带来关注了2024总统大选倒数7个月 柯文哲的支持度催油门狂飙 现在最新民调显示了白色力量超车蓝绿了 好这份民调是由TVBS所做的民调 看完真的让蓝银的基层更焦虑了 先来看到呢之前 好我们先带来做一个数字的比较 之前5月18号 国民党征召侯友宜的时候 然后当时侯友宜在一个月前 他的支持度是有30%的 他是第一名的 而当时的柯文哲来镜头往上带 我们看到柯文哲当时是居于这个第三名 老三的位置 好那赖清德当时是27%的支持度第二名 但是时间过去一个月了 我们来看到今天6月18号 一个月过去了 选前倒数7个月 最新民调结果出炉了 侯友宜跟柯文哲两人名次互换 柯文哲突飞猛进 民调吹油门 一口气增加了10个百分点 来到了33% 好你看到一个月风云变色 柯文哲白色力量现在暂时 居于第一名的位置 那赖清德的部分呢 他是一个月增加了3个百分点 支持度来到了30% 侯友宜不增反减 一个月内他掉了7个百分点的支持度 怎么办呢 国民党侯友宜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 好柯文哲他又赢在哪里呢 我们来看到这个柯文哲办公室的发言人呢 陈志涵他表示了 针对这份民调呢 他认为目前看起来 民进党执政失去方向 国民党缺乏论述创新 柯文哲呢则是一再突破框架 让人民感受到改变契机 这四个字非常重要哦 所以呢 这个柯文哲的方面是认为 他们觉得认真的人终究会被看见 这也是他们觉得 他们现在民调能够第一名的原因 那赖清德竞选办公室的发言人呢 他则是表示了 会持续努力来争取支持 让选民更认识赖清德 人格与资历 还有他的国际观 那同时呢 他们也强调了 民进党执政团队 都是三位当中是最好的 好那侯友宜侯友宜 母鸡母鸡 现在怎么会民调最后一名呢 来看到侯友宜他表示了 他说民调哦 这些民调他都给予尊重参考 确实是啦 民调其实目前看起来 还有七个月嘛 就跟这个算命一样 大家做一个参考哦 那同时侯友宜他强调了 坚定选举节奏与步伐 对军公教的不公不义 他一定会站出来力挺 当选之后 他会逃公道来拨乱反正 好这是三方三位候选人 他们目前的一个态度哦 来看到外界的分析 那这份民调外界怎么看呢 蔡正元他表示了 他觉得此刻哦 从这份民调当中看得出来 高宏安现象已经发生了 尤其候选人本身表现的质感 你可以看得出来 柯文哲胜过赖清德跟侯友宜两个人 那侯友宜此刻呢 他是惨遭林耕人化 最强母鸡变成洛汤鸡 这句话很严重耶 好你可以看得出来 爱滋生责之妾嘛 我相信他说这个最强母鸡 现在变成洛苍鸡 也是希望侯友宜真的能够 从谷底翻身乐器 好另外来看到黄阳明的评论 他则是认为 此刻侯友宜新北市政的团队 没有大选格局与强度 这是他们最重要的问题 还有目前国民党内 整合的问题没有解决 又加上最近狂烧的幼儿园的胃药案 那同时他也表示了 如果这个侯友宜不换团队 神仙也难救 话也说得很重 不知道侯友宜团队能不能够听得进去 张雨萱他则是认为了 蓝银支持者现在失去信心了 过去的蓝银支持者呢 失去信心也许会摆烂放生 但是因为这一回2024 蓝银的支持者也非常害怕 赖清德躺着赢 会产生一些骨牌效应 因此宁愿选择柯文哲来下架绿营 好 那这份民调还有更详细的去分析 到底哪些支持者跑了呢 为什么侯友宜在一个月之内 会掉了7个百分点 到底要怎么挽回这些选民信心呢 好我们首先先来看到 你看到这个 从我们刚才讲的嘛 就是柯文哲一个月增加10个百分点 真的很厉害一个月之内 那你看到侯友宜是位居第三 减了7个百分点 侯友宜真的是老三便当 不能路假路耍锤 要赶快醒过来看看如何摆脱老三的地位 年龄的部分我们带来关注了 真的很重要 这份呢我刚才看到之后 我发现一个猫腻 你们有发现吗 我们把第一名就是 所有的支持度拿到第一名 我们都变色了 你看到哦 50岁以下 柯文哲通通拿第一 有没有 50岁以下支持度 柯文哲通拿 只有在50到59岁 侯友宜是拿第一的 他拿了34 除此之外 侯友宜在年轻人50岁以下全书 好赖清德也是 赖清德更惨一点 他在60岁以下全书 赖清德唯一拿下的年龄层是 60岁以上的支持度 他是拿最高的 但柯文哲你看到 50岁以下通通是 他的支持度是最高的 还有一个部分 我们来看到第二章 是分线式来看 分线式来看哦 好 一样 第一名的我们用黄色来标注 分线式的部分哦 北北基 陶珠苗 中张头 云嘉南 高平棚 侯友宜 没有任何一个黄色 看清楚了吗 侯友宜 在所有分线式的部分 他没有拿下任何一个第一名 那赖清德的部分呢 他是在北北基 中张头 云嘉南 拿下了第一名 好 柯文哲呢 在北北基跟这个赖清德 同样是名列第一的哦 都是拿下30%个百分点 那柯文哲在这个陶竹苗 好 北部他拿比较多 那这个柯文哲在高平棚 他也拿下了第一 所以从县市来分哦 你可以看到侯友宜 在这个县市的这个配比部分 他并没有突出的表现 还有一个危机 同样是侯友宜 此刻要关注的 就是政党票的部分 我们来看到政党票的部分 你看到这个赖清德 他当然就是民进党赢第一名嘛 民进党支持度最高 国民党侯友宜宜 也是稳拿第一 没有错 但是 你看到国民党在柯文哲 有19%的国民党的民众 是支持柯文哲的 看起来国民党是有跑调的部分哦 还有一个 好 你看到民众党当然就是支持柯文哲嘛 基本盘没有问题 时代力量 以及中间选民 通通都是支持柯文哲的 所以总体看起来 在政党的部分柯文哲 他是拿下了 除了国民党 除了民进党他没有拿之外 好 国民党有部分跑票 民众党 时代力量 中间选民 通通是支持柯文哲比较多的 所以此刻看得出来哦 就是为什么最新的民调公布 会是柯文哲 他是增加了10个百分点 他是列居第一名的位置 就是因为政党票 看起来有人跑票了 所以此刻 这个侯友宜真的团队 要好好的来思考 到底如何挽回 挽回这些选民的信心哦 那此刻呢 这个侯友宜哦 他最近是频频找一些 蓝营的大佬站台 希望能够稳住基本盘 不要连国民党的基本盘 都跑掉了 那孙大天指出了 其实现在侯友宜 最大的问题是 过去种种的心结 他并没有去解开 好我们来听听看 孙大天是怎么说的 侯友宜阵营 现在要认真面对的问题哦 其实恐怕除了结合这个国民党的各个地方诸侯 地方势力或者是密集的拜访地方大佬 寻求这个支持跟团结之外 更重要的是他自己的本身 就是其实现在侯友宜面临最大的问题 不是在于国民党内的这些大佬 或者是政治人物有没有办法力挺他 但是关键的问题是 侯友宜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 他在森兰的这个选民的支持的这个比例 是相对来说是低很多的 这跟过去国民党所推出来的候选人 其实不太一样 就是推出来了一个我们的总统候选人 可是在国民党基本盘 甚至森兰的选民 包含我周遭的很多朋友 对侯友宜的这个支持力道 跟以前国民党所推出来的候选人 那简直是天差地远了 那么最主要的关键就是在于 比如说19年前的319枪击案 包含到2020年的时候 侯友宜对于总统大选的袖手旁观 然后到接下来的四大公投案的时候 这个侯友宜在这个过程当中 还讲出了岁月静好 这些东西他所影响的 不是只有深蓝的这些 或者是蓝赢的政治领袖 不是只有连战 不是只有韩国瑜 不是只有当时在推四大公投的 这些国民党的政治 不仅仅是他们 还有很多他们的支持者 还有很多他们的追随者 还有很多跟他们一起 在风里来雨里去 为了大家共同里面在打拼的选民 这些人 侯友宜必须要想办法 把他们找回来 所以其实侯友宜 现在最重要的功课是他自己 他要怎么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 怎么样把这几个心结 讲清楚说明白 我认为这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我相信侯友宜在过去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必然有他的考量 这个考量坦白的告诉 这个台湾的人民 告诉深蓝的选民 就可以让他们谅解 让他们重新支持 让他们一起来力挺侯友宜 那么侯友宜当然 我一直都认为 只要能够化解掉这样的心结 侯友宜仍然是最具有胜选希望的候选人 时事评论员王上志 他则是认为目前看起来柯文哲 他的民调不再是游离票 进一步分析 他民调能够冲上去第一名 成功的原因有三个 过去大家都认为 柯文哲的支持者总觉得是游离票 其实现在真的不是游离票 我认为柯文哲 现在之所以成功了三个主要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柯文哲非常善打空战 他的网路短视频 他的网路当中的Q&A 他的网路当中的精简版 包括完成版当中 其实觉得非常非常清楚 你可以在里头看到柯文哲 想要表达的重点 第二个柯文哲当中的 他成功或厉害的地方是 柯文哲非常懂得庶民逻辑 或者是庶民语言 对于很多政治议题 虽然在很多政论节目里头 大家在东谈西谈 比如说待会我们也会讲到 钓鱼台主权的问题 从政治逻辑当中会觉得 你要主权你才能去捕鱼等等 可柯文哲不是 如果你就这样看 好像就没有道理 主权才能去捕鱼 可当你如果像一般民众当中 特别年轻人 你去看柯文哲的视频当中 你就会清楚听到 柯文哲在表达的部分 就现实要先处理嘛 主权哪有那么容易 能够讲清楚 大陆跟日本都讲不清楚 柯文哲有他自己的逻辑 你一旦听了 你有可能会入坑 第三个我觉得 最重要的最成功 而这当中是现在赖清德做得不好 而侯友一塌糊涂的 是柯文哲的政治性格的塑造 非常清楚 而且这个清楚越来越朝向一个 总统候选人或一个 未来是不是 如果大家把国家交付给他 好像有点道理 我想柯文哲在塑造他的政治性格当中 他不是由幕僚塑造 不是像侯友一都靠幕僚 都给他一贴 然后你叫正去骂戴英德 不是的 柯文哲是自己主导 他自己的政治性格塑造 在加上他懂得 刚刚讲这些庶民逻辑跟语言 那就塑造出来的部分结果 最后就使得你 在感受柯文哲的部分的状况来说 就可以体现到 你看对于政治性格有感觉 而不是传统的政党蓝绿 或我不蓝不绿的部分 很明显其实就是年轻族群 对于政治性格